那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来做练习 不过 可能你必须要先产生第1个 这个应该没问题开启 他一定他现在这个 可能会有一些警告啦 所以 如果你从Polo下载的 他可能会有安全性警告 我不知道是不是放在Polo上面 学校的那个主机是不是有做了一些转档的动作 还是怎么样 把它启用编辑 OK 这个应该开启没问题 那你只需要先做一件事情 什么是呢 先在这个手机这边 输入那个test的公式 那个公式 假如说呢 你要参考的话 一样可以到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个单元 那文字与资料函数里面 这边也有之前我们的 这个公式 那你可以往下卷动 找到大概是第几页的第4页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公式 那请你把这个公式 Ctrl C 直接呢就先到这边呢 把它做贴上的动作 然后把它打勾 向下填满 至少的话呢 我们先有这个东西 先在这里 OK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 来看有关VBA的部分 那VBA我刚刚有提到 主要就是在 这个工作表的 右边 产生三个按钮 第1个按钮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公式 直接输入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让它往下跑 那特别 注意 这个地方 大概我会分两个阶段 来跟各位做说明 也就是我如果今天希望把公式放到储存格里面的话 在VBA的程式该如何撰写 那这个地方你可能要 学会 第一个就是有关那个储存格的物件 储存物件 怎么去叙述 第2个的话呢 我要如何把这个公式放到这里面来 那第1个我会先放第1个储存格 第2个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会有重复的动作 比如说我从第4列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我把它Ctrl向下 103列 所以我第4列到103列 我都要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公式 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该如何撰写 首先的话呢 第一步我们先开发人员 里面的先 一样到Visual Basic 当然了里面 如果你是重新开启了 里面一定没有模组 所以呢 一样我们先在这个 上方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OK 那第2个我希望呢 在这边产生一个按钮 按钮名称也许叫什么 门号底线公式 那如果你有一个 按钮的话 记得 你在VBA的模组就打一个sub sub后面的话呢 就输入他那个 你要增加的这个按钮名称 他会问你说那你的那个 聚集要指向哪一个 实际上就这一个 就是把这个指向给他 也就是按下他 会执行这一段程式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 写这一段程式 首先第1个 如果我今天要把那个这个公式 放到这个储存格的叙述 在VBA 第1个你可能要先学会一个储存格 叫Sales Sales Sales 这个物件 它实际上指的就是储存格 S的话指的是 复数啦 指的是这个工作表里面所有的储存格 那如果我要指定某一个的话 你可以刮糊 刮糊后面呢 他会问你说 Rowindex 意思是哪一列啊 第几列 第四列嘛 所以你就输入一个4 逗点 Colorindex 哪一篮啊 你有两种叙述方法 你可以 用数字 1234第五篮 可是这个叙述方式 有个缺点啊 如果你比较后面的 蓝数啊 比如说XYZ 那到底多少 你可能要再算一下 所以另外一个叙述方法 你可以用文字 双引号开头 双引号结束 里面放个11篮就可以了 好 意思说这个储存格 所以现在这一行的叙述 这个储存格里面要放什么 等于 后面的话呢 放什么一定是放个文字 所以前后先加个双引号 如果你里面没有放东西 表示清楚 所以如果你现在 把它 执行的话 这里面资料会清空 可是 我先把这个公式先复制一下 好 因为等一下我会用到这个公式 那如果我现在执行 你会发现 这个储存格里面东西又不见 为什么 因为我在 这个储存格后面放了一个什么 一个 空的文字 表示说清清楚的意思 那也就把后面东西放进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放的公式怎么放 很简单 我刚有复制公式吗 我把公式 把它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贴到这边 但是请注意一下 这个公式 里面的话呢 特别注意 在 VBA里面的 如果要 这个 前后如果是双引号的话 表示中间里面是一个文字 但问题来了 前后双引号 但是你会发现里面也有双引号 那所以 你如果这个时候 把这个 把这个字串贴到中间的话 你把这个 游标移开的话 它会跳什么 他会跳错误 什么错误呢 他会说 编译错误 什么错误呢 特别注意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看不懂这个公式 因为里面的话 一样有双引号 外面的话 已经有双引号 里面有双引号 他不知道说到底这个双引号是 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有个方法 如果你贴上这个公式之前 特别注意 请你先开启这个记事本 这个记事本在哪里 你可以从 这边 城市集里面 往下卷动 找到那个 附属应用城市里面 会有一个记事本 那有一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把那个公式先贴到这边来 只要 他有个规则 你们在录制聚集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那个 那个 他的那个 里面的双引号 一律 只要变两个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变两个 他就知道说这个双引号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那如果是一个双引号 那表示是 VBA本身的双引号 是自串 OK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怎么做比较简单 当然你可以这样一个加一个 一个加一个 有没有 在 有没有 在 全部加完 一个变两个 可是这个方法 很容易漏掉 漏网之余 因为只要有一个做错 没有做到的话 那这个程式 也会发生错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编辑里面有个什么功能 取代 那你可以把什么 一个双引号 变成两个双引号 按个全部取代 OK 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话 他就全部 一个就变两个了 反正这个是规则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那再把这一个公式 复制 到哪里呢 到VBA的这个双引号里面就可以了 把它贴上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一开 他就不会出错了 因为他就知道 你里面的双引号 在这公式的双引号 好 那我们来执行 现在里面是空的 那我执行就是把后面的这个公式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上面有个执行 有没有发现 这个动作 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 丢到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指的就是这里 那你想说里面是不是两个双 特别说 放到这边他自动帮你转成一个了 有没有 他就知道说 原来你这个是 你要把这个公式丢进去 所以特别注意 因为要辨识什么 因为这边已经有外面有双引号了 你里面再放一个双引号 他搞不清楚 到底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 所以有一个规则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 把这一段程式 先试着做做看 但是呢 现在 当还没有做完 为什么 因为底下还有 因为理论上 底下这些 把Ctrl Shift向下 把它Delete 只有做一个 那待会的话呢 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把这底下的全部空白 也全部都把它输出 这个公式的话 那该怎么做 画面